为什么卖雨伞的人不希望雨停呢? 这是前一段啊,很多朋友在网上风靡的一句话 那意思就是说呢,有些人呢,就不希望雨停 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卖雨伞牟利 很多人说张自立你是不是要批判一些人啊? 不是啊,咱们接着上一个视频来说 上一次呢,咱们不是说了很多这个自媒体的问题吗? 对不对?大家记得吧,在疫情中间有很多自媒体那样的表演吗? 本来呢,很多朋友就不信这个,就又来找我了 就说张自立,你这个有点武断啊 人家有些人,人家就是为了老百姓好啊 就是为了这那呀,对不对? 你有什么证据说明人家就是在散布恐慌啊 人家就是为了钱啊 今天啊,不妨把话说明白点啊 跟大家讲一讲这里面的一些内在逻辑 我先说啊,你不要去反驳我的观点啊 我也不试图去说服你啊 我只是跟你讲啊,有些东西啊 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我只把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说出来 究竟是怎么样呢,你自己去判断 好不好,因为你也可以往正面的方向去理解 你也可以往另外一个方向去理解 我这么说啊 很多人呢,都知道自媒体呢,为的就是获利 可是获利呢,首要就在于流量 我们都知道啊,在疫情期间啊 养肥了无数自媒体啊,就靠这个活着 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些人呢 就想让这个,就鼓吹这个病毒可怕呢 就不想让这个病毒结束呢 我这么跟你说啊,你看我的逻辑对不对 因为他们在家能赚到钱 对吧,这是我之前就说过的 这是第一步 能赚到钱以后呢 那你这个钱总要花出去吧 对吧,钱拿在手里它不是钱啊 他得能花出去,他得要钱啊 那把这个钱花出去,咱们就要把这个钱花的有效力 咱们就要把这个钱花的有值到 对不对,不然的话呢,这个钱它就不是钱 我说到这儿可能你有点费解啊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我现在有一百万 那这个一百万怎么样 它才能发挥最大的效力呢 那好,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城市 一套房子是三百万 那么我有一百万能买多少套房子 只能买三分之一套房子 或者说我只能买一个客厅 那我如果想买三套房子行不行 显然是不够的 那么如果我要想买三套房子呢 有什么办法呢 有一个办法呀 对不对 让房价跌呀 可是房价跌我说了不算 那怎么办呢 不要紧 还有一个东西呢 叫做法拍房 对吧 我怎么去买这个法拍房呢 首先要出现大面积的断供 那怎么样能出现大面积的断供呢 那首先要有很多人他还不起房贷 才会出现大面积的断供 一旦出现大面积的断供 很多人还不起房贷了 那么就会出现大量的法拍房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用我赚的钱 去抄这些法拍房 你知道吧 所以我讲到这儿啊 你可能就会明白一个逻辑啊 就是为什么这个自媒体行业里啊 有一些人他老鼓吹下雨 他不想让这个雨停啊 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因为说到底呢 本质上呢 他也不希望这个经济啊 就彻底不行 他也不希望呢 这个经济净化开放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啊 我鼓吹这个东西可怕 我有流量 我能拿到钱 其次呢 哎 我要让这个啊 周围的人啊都没钱 等你们都没钱了 钱都来到我这儿了 哎 我还能给你们灌输一种思维 你看看这个东西多可怕呀 啊 是吧 哎 你还得感谢我 然后呢 我用这个钱呢 去抄什么呢 去抄你手里被法拍的房子 你明白吧 这是又让羊跑 又让羊吃草啊 啊 是吧 哎 或者说这是又让羊跑 又让又让羊 又要撸羊毛 又让羊叫好啊 他就是这个意思 你懂吧 哎 就是你还在感谢我 到最后呢 你还不起这个房贷了 这个房子被法拍了 这个房子被没收了 啊 那你得到的是什么呀 你得到的是啊 你你是为了你自己的健康啊 对不对 我只是让你保护你的健康 哎 然后我把这个房子买了 你懂这个逻辑吧 哎 未见准是这些人亲自下场买你的房子 但很明显啊 他作为这么一个啊 灰色的产业链 他们就是把这个钱越攒越多 就是利用在疫情期间赚的这个钱 赚的盆满不满的这个钱 然后再利用这个差价 他去抄你手里的这些房子 他去买你手里的这些房子 但未见准是房子 也可能是房子 也可能是公司 啊 也可能是别的 我说到这儿啊 如果有些人说我是危言耸听 那我就好奇了 你是不是在这里面能获到什么意啊 对不对 哎 这些不让鼓吹着啊 是吧 哎 这个病毒有多可怕啊 什么什么的人 他是不是 我就是说在之前奥米克戎的时候啊 就是国家没转向的时候啊 是不是存着这么一种心思 我不知道啊 我只是说 我看着有点像 我没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啊 就不要着急对号入座啊 我只是说这些人看着有点像 这就是为什么在自媒体的行业里啊 这些人不希望雨停的这么一个原因 因为呢 他顺应了很多的这个无知的啊 老百姓的这个民意 因为他总有那么一些无知的人嘛 他这么一说呢 就会有很多的人啊 来贴他 一旦贴他 他就有流量 有流量就能挣钱 反正裴索也不是他嘛 因为他在家里赚的盆满钵满 人家什么都有 对不对 哎 人家做完以后 人家能赚着钱 赚着钱以后 人家就能 趁这个市场不好的时候 房市下行的时候 人就能抄你手里的房子 一旦开放了呢 一旦开放了 他再也没有素材了呀 大家想想啊 不能嘲讽国外了 是吧 不能嘲讽国外躺平了 没有资格嘲讽国外躺平了 这是一个多大的损失啊 对不对 不能拿这块去嘲讽国外 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了 那损失了这块 你得损失多少流量啊 大家想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 但是经济开放呢 人家也里外里不吃亏 因为他呢 本质上不希望经济完全不行 我之前说过了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希望这个时间久一点 房价能压得更低一点 更多人破产一点 他在家能赚着钱 去抄你手里的房子 再把这些房子低价购入以后 这个时候国家再开放 等到经济 是吧 因为一开放经济就恢复了吗 房价又涨回来了吗 他实现双赢 你知道吧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 那他们也不能阻止国家去开放 那就纷纷的 现在立马就又转向了 就纷纷的又开始说 哎呀 这个多好啊 对不对 但是有些人呢 为了割最后一波流量 我们这几天也能纷纷的看到他们 在进行精彩的表演 就是说 开始转向了 他倒不是像以前 说这个 说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开放有多不好 因为现在国家说开放 他也不敢不说 他就开始说 你看这个病毒啊 还是可怕的 是吧 你还是要背这个背那个 我给你出三招 我给你出五招 是吧 到时候又说 你看吧 你得这个病 你就知道多恐怖了 或者怎么怎么样 还在制造恐慌 我都不知道这些人 坐何居心啊 因为这些人 所办的 现在办的这些事啊 他本质上啊 是给老百姓造成恐慌 造成医疗挤兑 造成医疗挤兑以后 年轻人不怕啊 但是老人呢 其实才怕医疗挤兑 因为你没有新冠 你还有别的技术疾病啊 你造成医疗挤兑 也会造成这些老人 别的技术疾病 他看不了啊 你明白吗 所以说这些人才是 如果要真的出现了医疗挤兑 造成了老人啊 有问题 其实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元凶 你明白吗 哎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 我今天呢 给你讲的啊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你现在明白这些人 他为什么不希望开放了吧 这些人为什么 之前谁开放 谁都要被他们打成50万了吧 他们不单是为了铁 不单是为了啊 迎合这些无脑的大众 他们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这个 自媒体啊 就是这样啊 大家都为利益 你知道吧 哎 你让他赚不着钱了不行 但赚着钱呢 我还想拿点低 就是我跟你一起赚钱还不行 老百姓付了 他付 这他不干 他得是他付了 老百姓不付 这他才干 因为他可以低价 抄老百姓手里的东西 明白吗 他有钱了 你没钱 他就成人上人了 你懂不懂这个道理 所以说现在有些朋友 在这喊着啊 就是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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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喊着多危险 那跟你说危险的那些人 为什么他在国外置办产业 跟你说危险的那些人 为什么他自己在国外 对不对 为什么跟你说危险的那些人 他自己 他天天的他不怕 他天天的鼓动这个东西 他自己怎么不出去找一个 别的班 他为什么自己还要做自媒体 你这个东西一目了然 当然了 我只是跟大家讲这么一个东西 只是有些朋友很无脑的过来反驳 我也顺带的反驳一下 是吧 告诉你们这么一个道理 当然了 有句话叫好言男权该死鬼啊 你如果说到这儿了 你还不明白这些人 为什么他就是这些自媒体啊 不希望雨停的 那我就没话说了 那我就只能说是 你就顺着他们给你指的道 一条路走到黑 是吧 你可以永远待在家里 别出来 对不对 只要不病死 你可以饿死嘛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就看个人 看个人 我没什么别的话说 那这期聊这 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